那么对一下这些地方对一下 好 我们把这铺装跟波打都散了吧 因为这个不是主要的地方散 我们不要身边夺主 好 我们把这些调的比较淡一点的颜色 好 这个9号色是吧 这个比这个粗是吧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又可以区分开来 哪些是我们主要化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里不是说表达铺装 我是表达这个门 这个大门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方复下 好 我这个 这个围墙我以一个底平面的方式来表示刷这样的话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难对准刷很难对准往看一下 我们底平面的话一般是一个好 好 偷面一般是一个这个位置的一个偷面是吧一个偷面 好 也说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偷面来表示这个围墙的一个底平面 我顶平面的话我一般底平面的话意不大刷这样表达的话意不大 因为我底平面这结构比较多刷这装饰的线角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们用底平面去表达这个围墙刷这个大门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底平面的话怎么刷我先把这个围墙的这个底平面刷出来这是一个450乘450的刷 我先把这个轴号标上去吧 因为我施工图的话施工图的话我主要是我表达这个围墙把它全部表达出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画一个呃单体构造的时候我会用顶平面表示或者会用底平面表示 在玩最好就是用底平面来表示这个围墙的一个平面刷 或者如果玩顶平面看底平面都要表达的话那我们两个都画出来刷 那我这个顶平面的话我看要顶平面的话意不大刷意不大 我看要我顶里面主要是比较简单 所以我意不大的话 我们就直接用底平面去表示 我们底平面是画一个这个位置的一个泡面是吧 这个位置一个泡面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柱子的这个泡面画出来 好 这是一个450乘450是吧 我们知道这里是一个皮开装是吧皮开装的话就是我给个10好 然后给个20的一个结构 我看一下因为我们跑到这个位置往这个位置我先把这个皮开装填充一下 我看一下我们的 这些油啥我这个地方是一个皮开装这两个地方才是一个石材一个黄秀石的立质面是吧 所以我先把这个地方填充一下我们区别一下哪些是不同一个材料 那我选择一个皮开装 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1的一个比例 好 我们看一下我刚刚好 刷 那效果还可以 好 那我看一下我这里的话也是一个两层的一个皮开装 好 我这是皮开装我看要我上面这里要不要也是用皮开装 好 我上面这里用皮开装买油我这样的话就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填皮开装好不好看 好 好 这里还是食材吧还是用食材吧这样吧刷酱 好 我看一下我这个 入口好啊这个地方我看一下我这个地方我搜索一个冷却 那我说不到说不到的话我看要我点选 点选的话比较容易点 好我把这个填充填成一个8号色是吧这样的话我不用每次都选一个8号色 那我看一下这个位置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皮卡砖是吧好那这里的话我看一下 这边这边也是一个皮卡砖 点选一个 好 好 我看一下 大门这个大门 把这个材质我先把材质填上去把这个里面往上下那我再画一个这个底平面 好 这个柱子的话这个柱子我们都用钢捆刷干净混净土 我看一下我为什么这个柱子都用干净混净土 我填干净混净土 好 15 这里用一个8号色 好 我看一下我这个是这里用8号色 我遇到这种碎的刷玩指定一个圆点就行 好 好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为什么会用一个干净混净土的一个柱子刷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墙的一个立面 这个围墙的立面 好 我们知道我们一般做这种围墙刷这种井墙我们都要做成一个干净混净土的一个框是吧 什么叫一个干净混净土的框好那我这个位置我看一下我这个位置用一个干净混净土刷 啊我给一个虚线给到我这个结构我用一个干净混净土的一个结构是吧 好那我们看一下文有 我们怎么才叫一个干净混净土一个框好我这里有一个压顶梁刷这个压顶梁好我看一下压顶梁是120偏下去120 好也说是这个位置刷这个位置一个压顶梁好 也说完这个凉的话是一个看一下是一个200是吧 好200的一个压顶梁那还要我们还有一个地凉是吧 地凉地凉一般是地面以下100是吧 好那我们再偏个200的一个地凉 好我看一下我这些连接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样子 好我发现我这个地方我看一下有柱子这些构造柱是吧 然后我们跟顶啊压顶梁跟地凉连接那我们中间就形成一个框是吧 现在一个框这框的话弃装的话就比较稳是吧 所以我一般就是比较高的一个锦墙或者呃 挡土墙我们都要用这种做法是吧 我看一下 我们都要用构造柱连接上下两根梁这样做成中间一个框的一个结构是吧 一个框如果我们这个墙不是太高的话那我们这个可以弃装是吧 上下一个梁固定就行了 或者我们再不是再高的话我们只要压顶梁就行了是吧 所有但我们这个两米多的话就 超过1米5的话我们基本都要用一个 干净混凝土做成一个框中间弃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这个结构是怎么做是吧怎么来的 所以我这个柱子我这个柱子我使用一个干净混凝土的一个柱子 也说是一个构造柱 那我填个 p 砖了一个 我这里用8号色 我把这个调一下 我看一下我这里的话我用一个20 我把大线图层换成8号色刷 我做成一个这样的皮盖装好 我看一下我下面这里有两个线角刷有两个线角一个是我量一下 好404040那我这里的话我们偏一个40 好再偏一个40 好这两个的话我给一个9号色是吧 9号色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个围墙的一个柱子的一个偏面是吧 这个围墙的一个柱子的一个偏面是吧 给个8号设计分吧 好 这样我找到了终点 算我见快 我见快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把它复制到这里 好 我看一下我这个围墙 我这个围墙的一个剖面的话 是这样一个剖面 这样一个剖面 我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话是一个260 好 也是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 好 这个是一个260 好 也说这个才是我要画的东西 算 好 我看一下围墙这两边 好 也是偏一个40 好 这两个的话是一个9号色 因为我们是画一个围墙的一个剖面是吧 好 一个9号色 那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把自己改一下 我们这根的话是就要这里 好 我们这根的话是接这里 因为我们这个柱子一个线角是接一个围墙的一个线角这样过去 刷 这样接过去 好 好 我们这里画一个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也是一个 看一下这个围墙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围墙 这个围墙 这个围墙这里中间也是一个API砖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偏个10 好 好 我们把这个在位编辑换 好 这里的话我们就把它剪了刷 好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还要偏个20 好 或者我们偏个30吧 因为中间我们要给个180的一个钻给他 这样的话符合魔术 是吧 符合魔术 看一下中间这里是180 是吧 符合一个魔术 好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填充一个砖 好 那我看一下我这样的话我就一个围墙的一个捧面是吧 一个捧面 好 我看一下我这几个柱子的一个捧面 好 这几个柱子 好 我看一下这里也是一个450 所以我先把这个捧面烤出来吧 好 我打上的 我这个也是一个450刷 好 我看一下我这个偏的地方也是偏个我看一下也是两个40好那我这里的话我看一下我这里话也是一样 好 你偏一个两个40是吧 好我看一下我顶面的话 我们顶面这里我们要给个再给个虚线给他是吧给虚线给他好那这里话我给个 50 好 我这个围墙 这个围墙的偏面跟这个围墙差不多算我看一下这个围墙的话是偏面是一个 75 75 好 这个围墙是一个75也说这里偏一个75 好 好 我把这个删了 我再同心填一个吧 好 我这里不填了1比40的比例基本上看不出这个填充 好 我偏个4575吧 我看一下我顶面这根那我就不画了因为跟最重叠的话你不画 好 我底面这个就不表达是吧 好 我看一下 那我们这里的话我这个柱子的一个偷面就是这个偷面是吧那我们建个块 那或者我顶面这个也不表达吧 同意一下 好 那我建个块其实我们这些这几个柱子这个偷面都是一样的算一样的只是我们的这个地方不一样 好 我看一下我把这个复制过去 好 这个就不要了 刷 那我看一下我底底面刷刚刚好对这个路牙刷对这个路牙 也说我这个路牙的话是就要这个位置 好 看一下对下 好 路牙我看一下路牙是带我这个位置 好 那我看一下我这个 这就要移一下了是吧 我看一下我这里中线对不对 因为这里有点偏了我感觉 我感觉 还差一个五公分啊一个五毫米我看一下哪里哪里错了刷 我看一下哪里 哪里错了刷 我看一下哪里 我看一下哪里错了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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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错了刷 我这里的话玩是一个40 那我这里话玩是拉出来五毫米刷 那我这个就要把它剪了 我看下这边这边也是拉出来五毫米 这都是一个40 我量一下 好 一个40 那我们这里话就对了刷就这样 好 好 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我们对轴线对轴线 因为轴线是很重要的一样 好 我看一下我这根这个围墙的话 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把这个复制过来 因为我这个围墙是一样的 好 我们找到中线 好 我延伸一下 好 我看一下我们把这些地方之前的一些杀了算 因为我现在要画一个底屏面 好 这都杀了 之前这都杀了 我看一下我这里的话 我们也跟那边一样连接一下 好 我先把这些路牙的地方删了 好 我看一下我把这些连接下 我再为编辑块 然后把它打散吧 打散这个不能再编辑块 因为这个改人的话 这个就变这个跟这个是 好 我看一下这两个是一样的是吧 好 这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 不用这个是吧 我们不用这个 我发现这几个柱子的 抖面 是吧 都一样是吧 那我们就用这个就用这个 因为我们接法是一样的 好 我这根不一样 这根不一样 好 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完整的 然后这些都是接一个围墙 刷接一个围墙 好 那这样接的话就对了 我刚才我们的轴号 对准这个轴号就对了 我们对准这个中线 是吧 柱子一个中线 好 好 那我们这里的话 这里其实跟这个围墙是一样的 一样的 好 那我们把这个拿到过来这边 是吧 是吧 刚刚好合并上 是吧 合并上 然后看一下 因为我们看一下我们 中间这个围墙的做法 跟是吧 中间这个围墙的一个做法 跟这个侧面的围墙一个 捧面是一样的 是吧 好 所以我们这里画的话是 再把这个镜像过来 好 对应一个中线 那这个地方我们再延伸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些 理顺 好 这个我们进向过来就行 好 我看一下刚刚接好是吧 刚刚接好 因为我这个围墙呢 这个跟这个围墙是一样的 这个跟这个围墙剖面也是一样的 但我看一下我中间这里我跑这里的话 是吧 我跑这里的话 我这个捕面 跑这里往下看的 我们中间这里还有个 突出来的一个东西 是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建模没有 我们这个建模没有 但我们看一下 我们中间突出来这个东西是一个logo 是要放一个logo 我们中间这里也是一个 黄秀石 是要黄秀石 我们看一下我们大概图多少 我们图一个 图个50 试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图个40吧 图个40 好 也是图到这个位置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 我们把这个线 好 拿构造线是吧 对准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话图一个40 好 这里凹进去20 好 那凹进去20 好 好 这里20 好 那这里的话 我要有一个厚度 我给个30号刷 或者25号 那我这里的话 我是偏一个15吧 我给25后吧 因为我们还要杀将还要保保持一定的量 是吧 好 那么中间就有这样的一个装饰是吧 这样一个装饰 那我给一个填充 我合并一下 合并一下 下面复线合并一下 好 好 我填一个 食材 这食材的话给个10是吧 好 那我看一下我中间这里这块 中间这里这块 凸出来的是一个线角 刷这线角 好 我看一下 我这里的话我们给个插销 好 我给个插销 我看我这个厚度也 好 我给个9号色的一个插销 好 也说我们这个地方 往这个地方要固定一下这个 好 中间这个 我看一下我这里的话我分几块来拼是吧 不是说一块 所以这里的话是 那我就不用插销了 因为 我们这里 这块跟这块是独立的是吧 那我这块就比较小就不需要插销了 所以如果我是长坏的话就要插销 因为比较重 好 那我独立的话就不需要一个插销 好 我们看一下我这里的话中间是一个黄锈石 荔枝面的一黄锈石 那我这里的话 就说一个logo 我到时候我logo的话我 上我logo的话我坐在这个位置 我用 不锈钢也好 我用食材也好 因为我做一个小区logo的话都是用一个不锈钢 是吧 做一个字体 然后这样 在 定在这个位置上定在这个食材一个位置上 好 那我这个大门的一个 底平面是吧 一个大门的底平面是吧 要完整的汇集出来 这样的话我这个底平面的话就能看出 我看一下我看出很多关系我这个底平面 如果我画顶平面的话 我们 基本上表达不出什么东西 我画底平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表达一下这个 强的一个结构跟这个柱子的一个结构 是吧 像我都可以表达出来 好 我看一下 我这些地方我要补一下 好 那这些地方的话 我们习惯用600后 是吧 600宽的一个 我从中间开始数起 好 这是600 这里我给个300 我把这些分一下分好 好 好 分好 这样画完食材就 到时候我使用对切的时候就比较精准的能切出来是吧 那我这里也是 想画食材的时候一定要精细一点 好 好 好 这些也要 这些也要 好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完整一点是吧 好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那我完这个底平面刷底平面跟一个立面刷画好以后我看一下我画这个位置的一个剖面 我看下我跑跑的话我跑长一点我跑到这个路牙吧跑到这个路牙那我看要往中间我给一个剖面符号 好 好 PM 好 一 好 我们跑到这个位置是吧 跑到这个位置 那这样一个剖面我看下 这样的话我可以表达这个景强真跟这个路牙的一个关系是吧 因为我中间我看要我中间的话是中一个植物那我们给个植物 滲透一下 好 往这里的话是中间一个植物 称多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 啊 种植物的一个地方 我看一下我这条路 那这里就不给的是吧 这样的话呢 这个这个位置就不好看 好 那我这边的话也是 一个种植物的一个地方 加修设下这个立面的话就显得比较美观一点 好 我看一下 我后置一下 不要折住这个 地面一个线是吧 这个出现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